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波姑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啦看啦 谢谢你们都好好的有看漫画 我很乖 OK 那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这部漫画呢 他的书名叫做地狱游行 作者是布克 好像要做什么嘉年华的感觉 哦对啊 我是觉得书名还蛮酷的 我倒是把他第一时间跟那个黑暗游行 第一时间有搞混 我也是 哦真的吗 真的吗 就是脑袋里浮现的那个画面 对第一时间 OK 那顺便跟各位听友说 那个黑夜游行也非常的好看 大家有机会要去看 对没错 那回到我们这部地狱游行 这部地狱游行 它目前出到第二集吧 对 剧情的话 蛮酷的说真的 因为它 它是一个建立在完全架空的 魔法背景下 我觉得它应该叫什么 其实我很想叫它魔法庞克耶 魔法庞克 蛮有道理的 它的那个整个背景 如果扣除掉魔法 就是如果你把魔法给它忽略掉的话 的确蛮有那个 赛博庞克的那个味道 对啊 所以我很想叫它魔法庞克耶 但是有这种分类吗 好像没有 人家冬夜无染 它是魔法无染 对啊 就是它的故事 其实就是那种充满了庞克气息 也不是充满庞克气息 就是 它是一个 作者呢 很快乐地建构 它自己的世界观 然后对读者呢 虽然说是很温和 人家说 有点体贴地用故事来带领你进入这个世界 但实际上它其实也没有真的很理会读者 有没有跟上的那种感觉 对啊 不过啪啪熊蛮喜欢这种 就是他讲自己想讲的 然后回头开眼读者说 你应该还可以吧 对不对 我继续走咯 ok好跟得上咯 我继续咯 对啊 这种感觉 对 对啊真的 然后主角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叫做爱丽的少年嘛 应该是很厉害的天才少年 但是实际上我又觉得它比较像群像剧 因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其他角色的视角 然后以他们的视角来铺陈的故事 其实也非常的大篇幅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其实比较倾向群像剧的那种感觉 而且每个角色也都很有趣耶 像啪啪熊就蛮喜欢约娜那只狗狗 好啦人家是狼 我也是 可爱 孩子可爱 可爱吗 我反而很喜欢那个联邦的大小姐耶 舒菲娅 我觉得她的个性很有意思 一个美丽又恶劣 对 美丽又恶劣的幻影 她还蛮酷的 对啊 就很有魅力啦 我觉得就是那种 里面角色其实这些登场角色 不能说全部都是好人 但是他们有自己的立场 跟自己的价值观 我就是那种价值观的差异感 但是又 嗯 我是觉得角色塑造很有魅力 我还蛮喜欢的 对啊 我觉得她角色塑造还蛮 就是地体的吧 就是会让人家想去看她背后的故事啊 或是她的日常发生什么事 我个人是蛮喜欢一些出场角色比较少的配角 因为其实从中可以看得出啊 这个作者在把一个人物把它捏立体的 功力可以用很短的篇幅把它捏起来的 它是有这样子的功力的 所以它有很多小配角 可能不是很重要 或者是说出场不多 但给人印象其实还蛮深刻的 比方说 比方说那个越南的队长 啊 我是印象很深刻是那个什么 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战队嘛 就是那个什么 特一特二特三特四这样 然后印象最深刻就是特三很八卦 很吵这样 其实我也还蛮喜欢像那些污染物处理员的那群人 啊 好可爱哦 他们戴上那个那个什么太空装 看起来很酷 我们讲的好像有点混乱 但其实这个世界观就是说 它是你随着故事你会发现到 主角所以他们一开始是待在一个叫帝国的区域 然后他们的北方有北境 然后北境那边呢 似乎是在跟地狱在做对战 也不是对战 就是有一种叫做地狱现象 我有讲错吗 地狱现象 对地狱现象 它好像有分不同颜色的门对不对 什么蓝绿色啊 橙色 对就点类似天灾 就是地狱的门会打开 然后有一些怪物就会从中跑出来 就类似天灾 然后那个时候是他们北方 北方那边就一大片的那个地狱现象的爆发 那就有很多怪物冒出来 所以他们其实北方那边正在战斗 有很多魔法师都调到北方去 那么故事除了帝国之外 还有联邦这个国家 那 因为故事其实讲的没有很清楚啊 我就只知道说 大概就知道有这几个地区 对 然后联邦好像很讨人厌 帝国的人好像不喜欢联邦人这样 其实这个故事 他的世界观并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出来的 他是从人物的一些小故事 就是随着我们主角到处 对到处晃 然后随着一些配角的出场 从他们的对话中 你可以慢慢的去抽丝剥剪 摸出这个 这一本书里面的世界观 嗯 对 啪啪熊比较喜欢这种描述手法 就是沉浸室吧 就一开始就把你带入这个世界里面 然后你就要自己剪线索 对 没有给你前情提药 你自己找 是 应该说这种做法 嗯 嗯 蛮两级的 就是 对 对 要看作者的能力 有时候会有些作品这样子之后 反而 令人摸不着头脑 对 就是有点吃功力的做法 是 而且这也是有点吃读者的做法 因为有些读者其实 就是像啪啪啪熊 还有我啊 我个人就是喜欢这种 呃 你很多设定 但是 你也没有说真的硬塞设定给对方 而是照着故事慢慢丢设定出来的这种 我就很喜欢 对啊 我也是 嘻嘻嘻 就 那个世界观是建构在 透过故事慢慢建构在你脑里的 不是 作者一开始就跟你说的 对 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那种 那个日常的小配角 例如说 像他们不就是 有时候会切到一个什么 妈妈跟儿子 他们在看那个电视 就小孩子 然后小孩子就说 妈妈那个公园说好像有一头龙师 什么的 然后就探头出去看 怎么没有 他说 有警察会弄那个结界啦 之类 然后就这样一小个片段 就把日常带过去 他们就真的只是个配角路人 可是他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世界观就用这种小日常把你电机 对 它里面就很多很多这种小插曲的 一直不断的电机这个世界观 这种感觉 你的情报就慢慢的一条一条增加 哎呦这个世界有龙 哎呦这个世界有专门对付龙的 哎呦还有结界 哎呦他会那个播在电视新闻上 对 你的那个资料夹就一条一条补充上去 对 我我这觉得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一个世界观 我是很喜欢啦 这部我看了很开心 我也是 哦那一本看完 那个我也是觉得 哎已经看完一本了 会有这种感觉 嗯 但是但是也因为故事蛮散的 而且它比较有点像是一个大事件下的小人物 也不是小人物 就是大事件下的这些人物们的故事 然后你会觉得说 其实你会不太确定这个故事 它最后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下去 哦对啊 其实它也没有很明确的说 它想要讲什么 对 它好像就只是一个剖析一个 这个魔法世界的一个日常状况 但是虽然也不是很日常 就是就像我们现在的现实世界中 可能有些地方 有些地区可能就很日常 然后考虑的东西就是一些犯罪率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麻烦的一些社会现象 然后可是有些地方却是爆发的战争 然后很多的难民跟很多的那个 就是同样一个世界中 它又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同时发生 而它只是借由这些 它们互相认识的角色 或者是可能也不一定互相认识的角色 然后带它们的视角 来切开它们所在的那个区域的 日常的状况这样子 对啊 所以严格来讲 它的主线并不是很明确 是 它是一个非常吃世界观跟人设 就这两块吧 人物跟世界观 真的真的 所以如果说对这个角色没有兴趣 或者对这个世界观没有兴趣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不容易觉得它有趣 它的画风呢 它的画风其实也不错呢 我自己觉得 虽然说跟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几部作品都不太一样 它的画风不算是俐落的画风耶 不是俐落型的 所以跟我们之前介绍过几部台人作品不太一样 但是它的画风有种轻轻巧巧的感觉吗 皮卡皮卡的感觉 那我觉得它的画风蛮适合魔法的 魔法式机 它有点让我想到那个 那个什么 小乱的魔法家族 皮卡皮卡的部分 对 可是以线条来说 它并不是那么俐落 这样讲有点实力 但是就是 它是笔触感比较强烈的风格啦 应该说就是它整个就是 画面就是给人的感觉 我可能没有看到那么细 但是就是整个看完之后 会连接到小乱的魔法家族那一部作品 我是想说像这种 因为我们上次介绍的那一部是 那个萨恩的宇宙日常嘛 宇宙日常 对 对对对 是比较科幻的 然后也比较偏美式风格 那这次的这个地狱游行呢 它是 就是很明确的 魔法背景的 那个算是架空世界 然后还有吸血鬼狼人等等的种族的存在 对啊 幻想生物 然后它的背景时空又是有 又有点现代 因为它们其实也会使用手机 或者是一些那种现代科技的东西 最后想到那个 爱丽她努力的追求网路 我就觉得那个还太有共鸣了 没有网路已死 我觉得那个很好笑 那个他吐槽说 诶这个这个少年怎么眼睛看起来死掉 他说哦 因为等他手机没有讯号的时候 他就变这样 他说跟我女儿一样的 我觉得那个很好笑 太好笑了 真的 太有共鸣了 他以为要那个揭露什么少年内心的什么 你知道黑暗事件 因为前面铺陈出爱丽她的内心 对有一点过去的阴暗 当然我们不知道 那结果眼神死了 怎么回事 我就以为 要讲一点了吗 对要讲一点故事了吗 不过他只是失去 没有他只是他动网了 断网太严重了 真的 我觉得这种这种有点 偶尔这种诙谐的地方 我还蛮喜欢的 没错没错 很不错的一部 真心的 我觉得他真的很有魅力的一部 真的 对啊 就是他有一些小地方 小日常会让你就是 就是会以心以笑 像那个什么 那个会有那种 就是他们会有不同的部队嘛 然后那个 他发生很喜欢那一只约拿 因为他原本是狼 就是死掉之后才化成人形 很喜欢变回狼的样子 然后到处跑 结果他的衣服就 就变成说落在那个路边 然后那个 那个其他部队剪刀之后 就会就是跑去 跟他们家的队长报告 那就觉得很有趣 小狗狗很可爱 小狗狗太可爱了 对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故事啦 然后有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视角 那目前 因为故事还在进行中 所以也不知道 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 就像阿姑也说的 他其实也感觉 也没有真的很明确的 讲出一个主线故事 只知道说 大概就是现在 北方正在 对抗这个地狱现象 那就其他就 就这样 可是我觉得 这种地狱现象 感觉又不像是 一般人有办法摆平的 对啊 而且我觉得他 可能还要再 花一点篇幅 去诉说 有关地狱现象的 这部分这样 对 目前完全没有任何 这样 对啊 目前资讯量不够多 只知道他们会按照 门的颜色来判断 说出来的怪物的等级 是 是 是 总之就期待啦 我是还蛮希望 这部好好的 发展下去啦 真的 没错 不要腰斩 我会哭 对 所以为了不腰斩 大家要好好支持 对啊 而且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是有电子书的哦 对 没错 我觉得现在电子书 真的是福音 没错 你可以马上 快速的买到书 然后还可以不占 你的书柜的空间 没错 没错 空间比书还要珍贵 没错 没错 真的 不像阿直 现在书柜已经爆掉了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而且怕怕种在北部还会担心书会炒掉这样 很可怕 对 对啊 太困扰了 幸好有电子书 感谢 耶 对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真的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嗯 完蛋了 每次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到后来都是变成阿直在跟大家说 买书 下单 我们差不多可以改名了 不是 劝诱别人下单的一个节目 你是说如果我们不是录音在播出的话 就是那种直播拍卖是不是 来电视节目或者是那种广告 然后卖药 诶等等 我马上自己把自己一个奇怪的东西 我们不是宰宰下单中吗 耶 OK啦 那就是地狱游行 就是这样一部充斥着自己的我流魔法世界观 然后有着很有魅力的角色跟很有魅力的故事 然后有点像是在这种魔法世界观的各种有趣的日常的拼凑起来的感觉 好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应该就差不多到这边咯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次会推出什么作品 我们已经讲了有关魔法的 然后有关比较科幻的 然后还有关台湾本身的历史这三种 大家可以期待下一集 我们会推荐什么样的作品咯 对啊敬请期待 那就先这样子咯 OK谢谢大家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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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拜拜 到晚 到晚 一